好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体坛周报副总编辑曹亚琪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 曹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在昨天上午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谷爱玲以188.25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那么这也是中国在该项目上的第一枚金牌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哪些项目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还有就是呢同时我们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也发现了 像谷爱玲 苏一鸣 李文龙等一批00后的小将 出现在了冬奥会的赛场 并且都取得了优异的比赛成绩 这些00后小将在赛场上的突破性表现说明了什么呢 应该说冬奥会开赛至今每天的比赛都很精彩 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也让我们是感到非常欣慰 昨天比赛那最值得让大家印象最深的 当然是谷爱玲的这块金牌 因为它不仅刷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中 冬奥会舞台上的最好成绩 同时谷爱玲夺得这枚金牌之后 那么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 第一次暂时登上了金牌榜的榜首 虽然榜首的位置到昨天比赛结束之后 又被瑞典队反超 那么这短暂的几个小时登顶金牌榜榜首 是我们自从普莱西德胡1980年至今 42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我们在榜首的位置上 这对于中国体育健而追逐冬奥梦想 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表扬 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 那么说到谷爱玲 她在最后能保银牌 还是说冲击金牌的这两种选择之中 毅然的选择冲击一个1620难度 最终获得了成功 这证明了其实我们中国健而身上的体育精神 从她这枚金牌 我们可以联想到前几天女足亚洲杯 中国在不利的情况下逆转夺冠 再联想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 中国女排在林比尔的绝境下逆转夺冠 在我们中国运动人身上 越来越多的禅士 什么叫体育精神 我们永远没有放弃一颗追逐梦想的心 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让我们动容 但是说到年轻的运动员 我们现在看到了苏玉明 郭爱玲 李文龙 这样优秀的运动员 在冰雪赛场取得成绩 他们身后其实还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像郭爱玲随后要参赛的 最后是滑雪游行场地的比赛 那么还有就是最后是滑雪 碰面这样技巧的比赛 中国都有多名选手参赛 尤其是优秀场地 那么中国取得了四张轮票 都是年轻的运动员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 就是夺得金牌的这些运动员 夺得奖牌的运动员 他们身后其实还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 而这也符合IOC最近几年的改革 因为在2020一程中 IOC希望把年轻人 从电子屏幕中拉回到运动场上 现在从中国运动员的表现 觉得IOC的这种营造的大环境 我们在迎合他们 而且我们做到了 那么中国冰雪运动 在未来会取得一个更大的发展 我觉得突破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